聽過太多彼此相愛的道理 卻在最簡單的一句 顯得太猶豫 想說我愛你 偏偏是個難題 就是我如果真的很喜歡一個人的話 我真的會認他擺布 就算他不擺布 我都會自己去做很多 我會覺得他想要我做的事情 就是我很喜歡去給對方小驚喜 就是去做的 突然出現哪裡 或是突然給他做的事情 我很喜歡這種 對方小驚喜 愛你 我也愛你 怎麼了 我第一次聽到你對我說這句話 你會心弦滿面 背負我的同學 為何愛得那麼濃烈 我們卻走不到永遠 手中的那條線 還請我不變 誰是那誓言 如果我想一遍 如果我想一遍 會不會還有機會 該怎麼挽回 故事怎麼寫 我還在原點 為何愛變成同心願 想見你 卻不能跨越 回憶裡的笑臉 還是那麼甜 又要如何忘卻 就算被現實隔絕 就算愛注定走到終點 就讓時間空間 就想想美好 珍貴 蛇叫她 顧小朋友 還好 想你的時候我就跑步 現在才追得上你 我要告訴你 我已經找不到任何理由 說服自己不和你在一起 我愛你 我就要勇敢的让你知道 是个难题 两人之间的关系 存在不同意义 需要更多的肯定 换一句我爱你 刘萱 喝可乐容易脏气 你喝果汁 没关系 我喜欢喝可乐 刘萱 你不要去 你想看夕阳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淡水 我可以带你去阳明山 或是你想去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带你去 麦子 你是怎么了 我不喜欢你老是 跟马重胜在一起 刘萱 你知不知道这样 我会很嫉妒 你就不能多喜欢我一点吗 反正我就是不要你跟他去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 刘萱 反正我就是不准你去 我又不是你的专属物 你能不能休息尊重别人 我不能 我就是霸道 我就是不懂得尊重人 那也就是我太喜欢你 难道我喜欢你 这样也有错吗 那我总有不喜欢你的权利吧 刘萱 你不要走 还要 刘萱